浪姐4进行到现在,貌似关注的人越来越少,奔跑吧,还弄了一个打马菜徐坤的点,带起了一波收视高潮,但让人遗憾的是,都进行到复活赛了,居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水花,相反还弄得一团糟。 如果人气真的高的话是有可能成团,第一季孟佳二宫倒数第一,三宫淘汰,五宫复活赛第一名进决赛,最后第三名成团。 第一季那会是真的全网捞孟佳,只不过那是因为孟佳是真的实力强,努力又谦逊,拿到不擅长的歌却又把每次舞台都完成得好,被淘汰了,全网易难平。 而现在的这几个姐姐中,卡洁琳娜,汪小敏,唐伯虎是最好的,名额有限,挺可惜。 李莎,许静韵还不错,王嘉宇的rap是唱过rap的几个姐姐里最好的,只不过,这里面的槽点,真是太多了。 首先我也一直欣赏布莱成风节目组每期都让这些业余的浪姐强行说唱,尬死了,另外特别讨厌中英文掺杂的歌词, 毕竟吴忧一开始唱得好好的,然后莫名其妙rap,个人感觉反观最透明的王嘉宇才是rap最好的。 而且说唱泛滥真的是大问题,像吴忧那种没唱功的基本都拿说唱,关键还不好听, 且吴忧都有潜力出舞台说唱拿到二,复活赛还说唱,水平还是那熊样,就王嘉宇还算不错在说唱里, 而且真的希望复活赛时也给那19位姐姐投票,把陈奕涵和吉娜以及炉头下去, 要实力没实力,要人气没人气还招人讨厌,还不如让卡杰琳娜和许静运与陈冰顶他们位置。 其次,复活赛怎么可以这么无聊,没有一点紧张刺激的感觉? 如果说,没被淘汰的某些姐姐摆烂是因为一直在舒适区家躺赢, 我以为能看到姐姐精心准备努力背水一战,结果看到了另一群人在舒适圈敷衍我的感觉, 唐伯虎也赢得莫名其妙。 我真的看到困了,只有汪小敏很优秀,凯莉让我觉得不错, 最后好多姐姐都在那儿唱英文歌,还是我就觉得有点难受。 然后我就感觉到就是这种复活赛啊什么的, 如果你擅长某个东西,并且热爱那个东西,你把它做到极致,一定会打动观众的, 就像阿朵姐姐的缘分一道桥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就是因为她真的热爱自己的新民族音乐,并且能把那个东西做到极致。 而秋辞炫炫的遇见就很有意义。 她来中国遇见所有爱她的观众和老公。 现在参加成风,也感谢这个夏天,遇见的所有姐姐, 虽然有些咬字可能还是很难,但姐姐表现得已经很好了, 秋姐是能复活的,但节目组就是不愿意,浪姐一到四难度一直降低, 战装尤其这一季最多,唱跳也没几个难的。 难受了重温了变浪一从表现上来看, 唐伯虎一,卡杰林二,汪小敏三,许静运四,应该是真实的结果。 其实有几位姐姐把这复活赛表演的劲儿拿到出舞台的话, 说不定整个节目走向就不一样了,可惜了。 一直滑水业务能力又不行的黄就这样混了武功, 真的太影响观看了。 但说实话,这节目成团重要吗? 哪怕第一季也只是配个综艺而已, 节目下了之后,人气高的该接啥接啥。 从第一季到现在,所谓的成团只是个噱头。 每一季成团,然后就接着配一个哥哥姐姐们的综艺就结束了, 后续综艺也不一定需要成团的人的。 虽然节目留给了大家悬念, 但是从后面姐姐排练来看,我们还是看出了端倪。 不愧是大众的选择,还是很符合大众的预期,而且很有看点。 知福,刘亚瑟,Who's that girl? 知福和刘亚瑟可以说是难解难媚的相知相遇。 一公结束后,知福没有选到心仪的队员, 刘亚瑟没有选到心心念念的歌曲。 然而奇妙的是两个失忆的人竟在最后组成一对, 开始了一段新的甜甜的友情。 两人在尼迭香的双人舞,热辣,火热,完全体现了一种性张力。 虽然后面两人分属于不同的队伍, 但是肉眼可见的是两人关系越来越好了。 知福性感美艳可爱, 刘亚瑟有一种少年的憨憨的感觉。 知福唱跳俱佳,心无旁骛, 刘亚瑟可塑性强, 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知福可以从舞台经验负责歌曲, 刘亚瑟可以从情绪内容上进行解读。 期待两人擦出新的火花, 就如同歌曲的名称一样, Who's that girl? 宫琳娜和美伊里牙, 岁月可以说是《灵牙之旅》的第三次合作, 可见大家对《灵牙之旅》的喜爱。 义宫的花海, 开始了《灵牙之旅》。 花海, 可以说是本季目前为唯美的, 最动听的舞台, 也是很多人心中的一难评。 灵牙温柔了岁月, 花海惊艳了时光。 感谢你们的舞台, 让今年的夏天都温柔美好了起来, 也让我感受到久违的快乐。 老公给了小美自信, 给了她永远的支持, 小美也打开了老公的心结, 告诉她可以穿粉色, 也告诉老公穿粉色衣服的她是最美的。 最终两个人都和内心的脆弱, 不自信进行了和解。 四公, 从小美的粉色, 换上了老公的红色, 表演了歌曲, 她她她, 他们也成为了彼此永远的那个她。 如今, 又要一起合作。 岁月, 这是那英和王妃合唱的一首歌, 表达了对过去的回忆, 现在的感恩, 以及为未来的期许, 是一首干净而深邃的歌曲。 它重新定义了人生的本质和意义, 让人们明白岁月虽然流逝, 但生命依旧, 很适合两人演绎, 老公代表过去, 小美代表未来, 是姐姐和妹妹对生活感悟的诠释。 刘希君, 珠珠, C-Soul, 这是一个全新的组合, 这首歌就是慵懒性感的, 特别适合她们, 珠珠本身就有那种慵懒迷离的美, 而刘希君是一种清冷, 空灵的感觉, 两个人都很女神范, 但又如此不同。 而, 两人的无论声音还是气质, 在一众姐姐中也都属于拔尖的存在, 网友肯定想看两人如何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也是给有能力的人一次发挥自己的实力的机会。 下面是三首团秀歌曲, 谢娜队, 谢娜, 汪小敏, 黄丽玲, 曾可妮, 贾静文, YLY, 从排练看, 应该是爵士风格的舞蹈, 其中还加了姐姐们代表自己新生的rap, 其中谢娜那一句是, 他们说我crazy, 因为他们不了解, 还没有时间懒惰, Ella对, Ella, 曲颖, 蔡少芬, 张嘉尼, 爵士舞鸡, 这首歌应该走的是国风的路线, 歌词也是十分唯美, 而且里面还有说唱和戏腔, 将说唱和戏腔结合在一起, 给人一种在听京剧的感觉, 十分慷慨激昂。 我对于这首歌真的是期待满满, 一方面是歌曲喜欢, 另一方面是Ella出品, 避暑精品, Ember对, 刘亦云, 孙岳, 卢靖山, 吉娜, 陈亦涵, 唐伯虎, 给女孩, 这是一首情怀的歌曲, 很适合在浪姐结束的舞台表演, 她还不同于姐姐是走心的路线, 希望你可以看遍风景, 感知冷暖, 拥有通透的性情, 能勇敢健康独立, 懂得关照生命, 做自己想做的。 歌词很棒, 很容易产生共情, 如果演绎好了, 会非常出彩的。 果然, 芒果台还是有一手的, 两次姐姐们自主1v1比赛都遭到了骂声, 这次, 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广大网友, 既满足了网友的喜好, 又避免了争端, 真的是一举两得呀。